HELLO 大家好我是尚哥 I'm Yuga 今天來體驗一下 卡芬妮小丑女的最新造型 這個造型的特效做好做滿 在改版之後只要去隨便打一場 官方活動就會送你一日的體驗券 還有球棒 欸球棒最近紅的咧 官方有跟進時事咧 那根據球棒的內容就知道 12月7號官方會有一個正式的抽獎 對是抽獎 所以你不用笑想說這個造型會做什麼1200的直購 不可能啊 這個特效做成這樣 1200我看官方是瘋掉了 這場我打一個非常母湯的位置 就是打野味 因為卡芬妮在前期 對野怪的傷害是降低40%的 所以非常的母湯 大家不要學習餒 那前期我的藍被錄了 好險我們家的芽芽幫我承擁手下這個藍 讓我去接手 可是我傷害太低 讓王大夫回家了 可惡 又要重新打 好險他回升大概血量只有六七成 還是可以的啦 只是前期吃野怪速度會比較慢 那有沒有發現 我多了一個蠻特殊的裝備 在右上角有一個主動技能 節日限定裝備 雪球 這個雪球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他 因為官方也沒說 目前這個雪球會持續多久 說不定一個月 maybe兩個月 這個雪球就會被官方下架 那可能以後都不會再出了 maybe我不知道明年冬天會不會再出啦 開個大招 突然間左邊殺出一隻悟空啊 好險悟空不是敲我 是敲我的隊友 這樣就太讚啦 那我們這場算是雙輔助的概念 就是皮皮加芽芽嘛 所以我們沒有坦克 坦克的話可能就凱撒路的諾可西吧 可是我們在魔龍物打架 就很怕被悟空秒掉 欸皮皮怎麼滾進去了 他帶著芽芽滾進去啊 我跟井都沒跟到餒 這兩個輔助很兇喔 芽芽死掉了 然後他會先皮皮有把我吸起來 不然我差一點被塔打死 欸這波我拿到兩顆頭耶 算是還蠻不錯的開始吼 我的藍呢也很果斷 直接給了中路的芽芽 你看他腳底下一圈藍色的 我呢就吃個紅buff就可以啦 皮皮再度把我們吸起來 直接往前滾 欸不好吧 我發現美娜還蠻喜歡遇到卡芬妮的喔 因為卡芬妮普攻嘛 啾啾啾啾啾很多發止戰 然後美娜的被動就一直疊狂疊 超好笑的 前期我對野怪的傷害有降低啦 所以我就來邊線趁個邊線 趕快把等級堆高 我們再去吃小野怪 那這邊美娜勾到之後 駭牙一個大招轉出來 他們美娜跟駭牙的搭配 我給滿分啦 超過100分 只是我們是4打2 不好意思啊 人多4重嘛 那我們去吃小野怪吧 對了這個雪球在遊戲8分鐘之後 他是會自動取消掉 消失不見的喔 大家注意一下 想玩的話8分鐘之前 趕快把他買來玩 只要0塊錢 這邊逮到你啦 弗洛倫 欸蘇花改成這樣我真的又不習慣 現在吃完蘇花 他不會有一個綠光降下來 反而是一個綠色的球 你要去撿他才能回血 回血量也是被砍蠻多的 所以蘇花在這版本 就不是我們大家需要去爭奪的重點啦 對面悟空現身 就是敲我們的諾可西 太會敲了 我也給他超過100分 敲諾可西就對啦 我這一旁最怕的就是遇到悟空 可能會把我秒掉 我們沒有坦克啊 坦克唯一的就是諾可西嘛 敲諾可西很讚喔 很會敲喔 所以對面悟空應該是不太會玩啦 光看他敲的人你就知道 這隻悟空會不會玩啦 我看到中路有個半血的屠蘿 我就想砰他兩槍啊 但是沒砰死反倒是 哇 被反殺了 看到這卡芬妮這麼愚蠢的操作 就知道這卡芬妮絕對不會玩 我還在買裝備 就看到中路打起來 砰一槍收掉佛羅倫之後 這個美娜我蠻怕他的 我一直離他很遠 然後皮膚罩吸起來 這邊不能打 這邊不能打 我蠻希望這個造型抽的錢 可以控制在5000點券以下 我覺得這個造型應該不會有保底 因為你看他特效做好做滿就知道 很多有保底的抽獎啊 他們的特效你都會發現 還是有那個不是做得這麼完美 但這個造型真的 特效做太棒了 那我們剛剛那邊拿到了三連殺 我覺得卡芬妮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賣衝爆 砰砰兩槍超痛 像我剛剛是兩槍直接秒了亥犽 亥犽根本就大招沒得轉 還沒轉就被砰死了 這就是卡芬妮他好玩的地方 半血圖倫 抓不到他 反正是對面的悟空 那個悟空好可憐喔 他剛剛用隱身走過來 剛好被芽芽的一技能打到 就現身了 因為芽芽一技能是可以看隱身的嘛 那這邊皮皮表現得也是不錯 一直把我們吸起來 往前滾去收頭 感覺中路可以一直推到底耶 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邊 然後又有皮皮可以去稍微保一下兵線 然後雙射手拆塔速度又特別快 弗洛倫想守塔 那我們先把塔點掉之後 砰砰砰 亥犽直接殘血 砰一槍亥犽兩千的暴擊傷害 大招 收頭啦 我覺得卡芬妮這好痛喔怎麼辦 我以為可以點主堡 結果皮皮把兵線吸起來扣在那邊 我想點主堡啊 放我的兵線出來喔 那剛剛悟空又想敲我 被我砰兩槍又殘血跑掉了 不是 我真的覺得那個悟空 如果他是會玩的悟空 我這一場應該是會死很多次 我跟芽芽這個清兵線啊 其實走的有點深 而且剛剛其實我的左邊就有看到美娜了 可是我還質疑清兵線嘛 好多人來找我 那個悟空又被我瞬間打死了 他沒有敲到我過啊 亥犽這樣就對了 他剛剛去轉井耶 我跟芽芽轉我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被熔掉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帶著芽芽 baby 嬰兒濃湯 然後看到圖倫怎麼滑行 滑行之後在那邊原地跳舞 蝦米 我還不砰砰你啊 原來草叢真的一個佛肉輪 還看零裝一個battle 我開了嗜血功之後 我又有點痛 原來這個圖倫 滑行跳舞 是草叢裡面有鬼啊 這場的芽芽就是翠翠玩的 他在跟隊友解釋 雪球8分鐘就沒了 結果皮皮跟他說 等等帶你殺人 到底為什麼他要帶著芽芽去殺人 欸對耶 如果芽芽先開大 然後皮皮直接臨車滾進去 把對面所有人變動物好像不錯喔 一走到中路 這個悟空你是不是迷路了 悟空跑來中路放個龍 然後就被打死了 然後這個美娜呢 追不到皮皮直接臨車往前滾了 然後我們現在重點就是先殺弗洛倫 這個弗洛倫好硬喔 一直滑耶 你看他 我打好久都打不死他 突然間 欸 嗨啊 他怎麼走這了 他怎麼走這了 走這就是欠我 砰一槍大招收頭 欸這個特效真的做得很好 我一直講好多遍喔 所以這個造型 如果他用抽獎 我99%會去抽 剩下那個1% 可能就是翠翠可能會阻止我 那皮皮剛剛吸著我們進去嘛 想說趕快結束遊戲 點珠寶 結果點不掉 兵線被對面清掉啦 然後 這個悟空 應該是這場第一次敲我吧 把我敲死了 好敲 一直敲 我們的鄰車大隊長 皮皮被圍毆啦 他死了之後 翠翠一直叫我往前去殺人 我說我們已經死了一個大隊長了呢 還要往前喔 而且諾可希拉到的是美娜 他旁邊還有一個弗洛倫 我很怕被火啊 但是翠翠一直叫我往前衝 我真的蠻怕的 好險對面的招都不是打在我臉上 梅娜這個大招害我被打殘 好險 喔好多的護盾 再加上嗜血弓 直接吸回來了 他們就剩下一次圖倫 追啊衝啊 Come on baby Let's go 借我 3300 3391 我怎麼覺得有點低啊 我現在是滿裝的喔 還出到王者了 這3300喔 怎麼比我預想的更低 然後病悟空也只有2800 我記得以前的卡芬妮 真的是可以降到四五千 不為過喔 小丑女造型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你們會去抽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優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